第五十题 甲乙两人造卫星绕地球做圆周运动时 关于其所需的向心力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老师上课在讲到向心力的来源的时候 提过这这样的绕地球做圆周运动 他所要的向心力的来源就是地球对他的万有引力 所以呢甲跟乙的两个人造卫星所需的向心力 都是等于他所受到的地球引力 因此第五十题问我们说 关于其所需的向心力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甲所需的向心力等于其所受的地球引力